我覺得這裡很帥 這個可以這樣 很膩和舒服 關節的強度有沒有 其實是夠的 我這樣搖晃它其實 稍微 哈囉大家好小老師 這有進來嗎 有 我們直接來超前開箱 預備 這次一樣是收到CCS Toys的 鐵魄這個系列的新品 那還記得大概兩年前吧 我們開箱過 也是CCS Toys的 非常代表作的作品就是 天雲突破的 紅蓮羅雅 欸 過了兩年後看 真的是還蠻帥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還有很多是設計這種磁吸的對不對 今天 事隔兩年後 CCS又再次針對 天雲突破這個系列 開發了一件新的作品 就是這個 厲害吧 就是我們的 岳父大人 這次機體選擇了 由螺旋王 羅傑洛姆所駕駛的 羅善岩 欸就在這裡啦 羅善岩的設定出自於 天雲突破紅蓮羅雅這部動畫中 那天雲突破可以說是 許多人心中堪稱頂點的一部 史上最熱血的動畫作品 是在2008年由日本知名動畫公司 蓋奈所製作的原創機器人動畫 我們所熟知的 新世紀福音戰士這部作品 同樣是出自於蓋奈 那關於天雲突破的機體 之前我們已經開箱過 CCSTOY的紅蓮羅岩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看右上角的連結 那這次我們開箱的是 真羅旋王機羅善岩 是羅旋王羅傑洛姆所駕駛的岩面 也是動畫中期中最大的BOSS 與紅蓮羅岩採用相同的系統 一樣是以駕駛本身的螺旋律 來驅動機體 全身洞口皆可以伸出邊形的鑽頭 善於靈活的近戰格鬥 一度將紅蓮羅岩打到毫無招架之力 最後在西蒙開啟了相信我之術後 兄弟信心的我 我信心的我 我信心的我 一陣怒吼中被羅岩鑽入胸口而報廢 好在羅傑洛姆的本體 就是比較素比較格鬥系的機體 有點像福音戰士的感覺 就是一個素體 然後沒有太多的武裝 所以就蠻好奇到底實際商品會是怎麼樣 我相信你們跟我們一樣好奇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開箱吧 因為收到的不是正式商品 還是在開發階段的試作品 那實際的包裝 也許這紙卡或是包裝上面 會跟實際你們收到的商品 還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基本上裡面的編排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這裡有一個王座 它真的包耶 特效件都包在後面 然後這個是羅善引的本體 這裡附了很多銅棒 那容物就是 剛才我看到第一個拿出來就是一個王座 它裡面還有特效件 然後一個底台 就是一樣有底台 再有兩盒這個磚頭 然後我還記得在動畫裡面 它就直接直接把紅蓮熱言 然後直接這樣 釘在牆上 全身射出這個尺 所以 哇這磚頭超多的耶 而且這 這是金屬材質的嗎 喔沒有啦 塑膠棒了 塑膠的 對 塑膠棒棒 再來就是本體 有沒有 羅燦岩本體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所有東西展示出來 然後開箱 可動玩給大家看 哇 亂了 哇 它有送一隻 對岸的蜘蛛耶 紮紮實實的耶 好 那如果一隻白開就像剛剛我們前面看到的那些砲殼 就是比較醒目的當然就是羅燦岩本體 那當然還有這個王座比較醒目 然後再來就是底座 底座就是一如往常就是有一個這個logo的部分 再來就是它射出來的這些磚頭啊 其實像我們剛剛前面就有先 稍微的把它組裝起來 它可以去做一個角度的調整 然後它是塑膠材質 可是它上面都有上了這個 槍鐵黑 這個王座其實拿起來整個是塑膠的耶 雖然它上了這個石頭射 可是羅扇也好像沒坐在上面 是那個螺旋王 它坐在上面跟它對話嘛 一開始就 就是坐在這裡 它這個椅子 有點 輕 可是它上面的這種乾掃啦 石頭上的這種 舊化的處理啦 都有做到 那首先這個頭部還要一個角 然後尾巴 它的這個插拼就是金屬件 而且我們剛剛摸起來它本體 外裝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金屬的材質 就是骨架都是金屬的材質 尾部銜接這邊也是金屬的 所以都非常的強壯 再來在側裙甲部分 它其實骨架 內骨架也是有做一些金屬色的塗裝 可是它下面這邊好像是塑膠成型色 OK 然後外裝甲當然是 外部裝甲它有做這種亮面的處理 所以外部看起來是非常的精緻 我們把它牙齒封印起來 這樣就是完整型態的螺扇岩 其實這一支它的可動上面設計的非常多 首先頭部 上面是球關 所以頭可以做一個360度旋轉 然後往前 脖子上面還有一個往前的關節 然後可以往下 要擔心說它的下巴比較長會干涉到前面的胸甲上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頭的後方這邊 下緣這邊 它可以有一個後退退縮的一個空間 然後抬頭的時候空間會多更多 我覺得這裡設計的蠻好的 然後再來 就到了它的肩膀 它的胸甲上胸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整個肩 這邊連接到手臂這邊 就少了一塊 有沒有 然後其實它隱藏在裡面 這樣拉出來 它整個肩寬就會增加 水平拉 這樣拉下來 這個關節就會拉出更多 肩膀除了垂直關節以外 它橫向這邊 也可以稍微向前傾 有沒有 然後再向後 喔 向後的空間拉比較多 OK 可是向後拉到這種比較極限的時候 這個 裝甲這邊會有一個裂縫產生 肩膀跟手臂連接這邊 的關節是一個 360度的關節 手臂下緣這邊 我記得這邊好像還有一個關節 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個水平的關節 手腕這邊還有一個這種可動關節 然後手掌裡面的關節是 欸 是球形喔 欸它不是長的嗎 我覺得它是長條形的 應該是 這邊是這種 金屬的PIN點 球形去銜接 然後可以去踢換手 還有沒有 喔 接近貼屏 前面已經把它的牙齒 用腹甲這邊去蓋住 它如果蓋住這個蓋子啊 它的可動就會下降 解開以後有沒有 就看到不得了 它最厲害的就是它這個腹部的設計 它的上牙齒 上牙齒 上牙齒會連接上牌 然後有一個可動 然後牙齒可以 喔 可以直接這樣閉合欸 還記得 它這個腹甲 是合體起來的樣子喔 然後紅蓮羅元 不是用它巨鑽爆擊 直接插進去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想說 哇太厲害了吧 直接從羅扇炎的腹部 刺穿它的裝甲 直接被羅扇炎的腹部 這個牙齒直接咬住 然後把它的鑽子咬爆 算是一個名場面 然後直接這樣 對 就是這樣壞掉了 它這個腹甲一解開 它等於它的拘束器 直接解開了 它的可動就提升很多 我覺得這裡很帥 這個 喔喔喔喔 可以這樣 舒服 完全的療癒 直接這樣 啊 密合 然後 背部就會一樣 有一個那種脊椎的設計 縱向的這種可動以外 它還有左右 有沒有 可以稍微再左右 喔可是如果你當左右 又往前彎的時候 它的這個鎧甲這邊就會揉空 裝起來這邊揉空 就裡面就少一點東西 前裙甲它就只有一片 所以沒有側裙甲 然後它一片 它是球型關節 剛剛我們裝上去的 它可動 它大概可以稍微延伸出來 做一些簡單的可動 側裙甲也是球型關節 它可以做一些這種可動 然後 往前調 調整這樣 讓出一些空間 讓腿部 向上抬舉 那尾部剛剛我們做一個安裝 然後 上面有一個這個蓋子 可以做一個隱藏 然後它的尾部 就可以這樣向上 去動 可是下來的時候 這一塊的零件 它是不會自己回彈的 要稍微這樣折下來 跟身體連接的地方 這邊還有一個這種 左右的關節 可以去增加它的這個尾部 曲折的角度 然後它尾部可以曲折 然後它這裡尾部的每一個銜接 它其實就是 直向的插拼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去微調一些不同的動作 有沒有 第三段 也是可以做一個角度上的調整 腿部 那基本上它沒有太多裙甲干涉 而且它的側裙甲 可以完整的水平打開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展現這種 劈腿衣製嘛 完全貼平底面 關節的強度有沒有 其實是夠的 我們這樣搖晃它其實 稍微 就是 是OK啦 稍微鬆 可是沒有到那種 直接往下垂掉 這樣 那當然 把玩久了一定會 降低它的阻尼感 它的阻尼一定會 稍微的磨耗掉 OK 然後再來 關節 然後我看一下 它這個算是 大腿 大腿上方的這個鎧甲連接 有沒有這些 喔 它的腿部可動可以折到這樣 喔 其實不錯耶 那腳掌 也是這種 水平關節 你看它轉360度沒問題 OK 然後 上下 它的腳踝關節 其實強度也是蠻好的 那腳掌就分成前後兩段式 的可動 基本上它的這種 算是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它是這種 格鬥型機體 那 它擺出一些 這種 雙手 抱胸啦 或是單膝下跪 都是沒問題的 你看 它縮成一團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喔 其實收藏真的是不錯耶 你看這種 合金玩具有哪一個 可以這樣縮成一團 OK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 背部整個這種 背脊的曲線 真的是蠻好的 它可以調很多不同的動作 第一個發現可能比較有問題的就是 它的 手掌的關節 因為 你看 像這個是 球型關節 它每一個替換手就是要把這個PIN 這個球型關節的PIN 拔起來然後插到另外一邊 可是 因為它這裡的連接可能比較鬆一點 所以你很難把它拔出來 好像它的連接關節是金屬的 我們可以直接拿老虎錢 慢慢的把它拔出來 咬緊 慢慢拔出來 像這樣 因為 這樣去做 不同的手型替換 比如說像這個零件 可是你看 像我現在換下一個零件 它就 就會直接這樣拔起來 這個東西就是 無法雙拳 你要有它的緊密度 就會犧牲掉一些 這種 比較好插拔的 狀況 像這樣我們看一下天火 然後人家就說 這什麼爛東西一直掉零件 如果它插很緊 不好拔你也怪它 一直掉零件你也怪它 很難伺候 是這樣嗎 這樣 這樣還蠻帥 再來它還有一個裝備 就是它的這個王座 因為CCS Toe也意識到就是 單純本體 有點薄弱 所以它做了一個 這種王座的配件 讓它 多一些不同的把玩的方法 對 它的尾巴拿掉 它有辦法把它放上去 我覺得 我覺得 要高貴姿 跟座椅子 我覺得座椅子比較難 你看 喔 這個 岳父的沉濕 有沒有 其實在調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緊繃啦 就是剛剛好每個地方都碰到碰到這樣 看起來這個 有這個王座 然後坐在上面這種份量感 其實又是另外一種不同的 視覺效果 這個零件 鑽子從 膝蓋伸出 然後加上這個特效零件 一開始是這樣 然後裝上去 這裡 這裡把它掉 然後換上這個零件 放進去 放進去 來一個C級的動作 然後加上特效件 它這個特效件只有附一個 所以其實 其他的這個 射出去的鑽子也可以裝 裝這個特效件還蠻帥的 再來 我們就要來把 這個羅扇岩 全部的鑽子 啟動 直接射過去 就這個畫面擺出來 換上一個這個剃板件 喔 那現在可以這樣 簡單的稍微 噴一下 果然是螺旋王 就是這種 不怒而威的感覺 真的 又跟 這個紅蓮螺眼又不同的氣勢 好那除了這種 小小的 局部去噴出 它這個鑽子以外 它還有一個 全爆發的狀態 有沒有 這個設定也太帥了 那插花喔 然後我覺得我好像 會被刺到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我好像 接上去 怎麼樣 這視覺衝擊感 是不是 跟在動畫中羅扇岩 對付那個 紅蓮螺眼的時候 這樣子 就設在牆上 直接把它插在牆上 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蠻酷的 我覺得這個套件 就是要讓大家這樣玩 這一次整個整體的套件 因為 它整體的設定 就是 當然 它的肌肉感表現 又比動畫中更明顯 因為 它實際變成 從 動畫的這種2D 然後再變成 實體的3D產品的時候 它身上的這種肌肉感 然後 身上的分件 裂甲 都重新刻畫過 當然它整體 就是這種比較深色調 就是這種 深黑色 甚至於就是用 黑灰色去帶它的主要配色 細節上面 它用了很多這種 紅色的線條 去刻畫出 它裂甲 應該要有的一些 位置的分布 也許就是像 墨線這樣位置 這種凹槽處 它增加了一些 這種紅色的元素上去 讓你看起來 這個黑不會那麼單調 不會說 一下看就膩了 那它整體的 黑色裡面的搭配 也是很細心 就是除了 比較深 它其實也沒有到很深的黑色 它就是 很深的灰色 去做一個主色 然後搭上一個 黑鐵色的灰色 去做跳色 然後像在頭部 然後身上局部的地方 它用了很多這種 比較深的藍色 去做點綴 那整體 螺扇眼看起來 就 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不會像動畫設定裡面 都黑黑的 一整片 除了剛剛前面講到 這種比較大塊面的分色以外 它最重要的就是 天圖負的特色 它的腹部這邊會有一個顏面 顏面這個地方 不管是它眼睛的黃色 或者是剛剛我們在玩的時候 一直非常興奮的牙齒的部分 牙齒的設計 它這個牙齒上面的分色 或是它密合度這些 我覺得都是這一件 羅扇眼非常精彩的地方 然後它非常仔細的就是 它有設定很多這種 圓形的金屬結構 在每個關節處 它的分色 處理的都非常好 然後一路像背後 有沒有很多這種 銅心圓的金屬結構設計 裡面的分色跟造型 就做得非常精緻 那它很多鑽子 要伸出來的地方 就是要需要 額外增加一些零件的變化 比如說手背伸出來這個零件 它的手肘這邊 就有一個替換件 就做替換 然後延續出這兩個鑽子 然後手掌的掌心中間 也是有一個直接替換件 就是它的鑽子跟手掌合在一起的 直接去做一個替換 然後再來就是 背部這邊要延續出這個鑽子 它就必須要去做一個零件的拆解 它有一個零件拆解器 讓你後面的零件拆解 然後加上這個 紫色光束的特效件 去延續出背後的左右 各三隻的這個鑽子 它的跨部這邊 後面也是有一個零件 需要追加上去 才可以去延續出這兩根 從屁股射出來的這兩根鑽子 然後再來 就是膝蓋 膝蓋是直接插在 本來零件上就留好的這個孔位 這沒問題 然後再來腳底的部分 腳掌這邊也要伸出鑽子 那它這個就是要使用這個特效件 這特效件是可以直接拿掉的 然後特效件的底部啊 它一樣也是有做這種 防滑墊 它是怕你這個 單純的塑膠件會比較滑 它加了這個防滑墊 然後上面我們也是插上這個 左右各三隻的鑽子 頭尾前前後後加起來 一共有22隻鑽子 有沒有 當它萬劍齊發的時候 多帥啊 OK以上是巧合 今天超前開箱跟大家分享 羅雄王羅傑洛姆的座機 羅扇岩 是要多少羅啊 那突不突然大家買呢 一開始我承認我比較膚淺 就是我看到紅蓮羅岩 我會覺得 這個是天雲突破應該有一樣 因為它是主角機嘛 可是當你玩了羅扇岩以後 你會發現很內斂 就是有那種樂父的沉著跟穩重 如果你已經有收藏紅蓮羅岩的話 那羅扇岩一定要收 那如果你還沒收過天雲突破這個系列 這個趁這個機會 這個也是要收啦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OK 那 還有看巧合師開箱什麼有趣的商品 也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朋友們點讚 那巧合師的超前開箱 下次見囉 Bye 看我的色 好 欸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王座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什麼用途 你看這個尺寸這個大小 這王座就是要來給 小巧合老師來做的 來我去拿一下 做一下 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應該做的進去吧 不行欸 折不下去 很慵懶的坐在這裡 沒辦法 這樣有沒有很奇怪 做的進去 好像 X博士這樣 X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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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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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